欢迎来到美厅 未来三年最明智活法 不是唯利是图 而是做到这三点 道生和夫在《活法》一书中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宁的时代 世道混迷 看不清前途 物质是富裕的 精神却很空虚 衣食是丰足的 礼意却很欠缺 行动是自由的 感觉却很闭塞 这两年 大家普遍感觉钱没那么好赚了 心也更累了 我们被社会时钟推动着 匆匆往前走 既怕付出了没有收获 又怕搓头岁月空流遗憾 可要知道 焦虑无济于事 不管你是慌张还是从容 这一天都会过去 未来三年最好的活法 不是人云一云 也不是唯利是图 而是向外看 向内求 向前走 一个人能看到多大的世界 决定了你将如何度过人生 事业狭隘的人 很容易陷入意识得势 唯有高瞻原主 才能不畏服 云遮望眼 在电影《大和恋》中 兄弟俩截然不同的命运 让人唏嘘 哥哥诺曼在外读书 是个很能吃苦的人 求学时交通不便 他足足超过五年 没有回家 可因为看到了外面更大的世界 他始终心存定力 持续关注着身边的机会 最终 他如愿拿到了博士学位 获得芝加哥大学的聘用书 心爱的女子 也答应了他的求婚 日子蒸蒸日上 弟弟保罗 却不像他这般顺利 毕业后留在家乡小城工作 在朋友的影响下 保罗迷上赌博 深陷酗酒之中 还欠下大笔负债 生活陷入泥潭 诺曼在去芝加哥前 劝弟弟 离开这里 跟我一起去芝加哥吧 保罗不想离开舒适圈 直接拒绝了 不料 这竟是两人最后的相聚 在一次打斗中 保罗意外死亡 诺曼为此后悔不已 每个人的生活中 都有不为人知的难处 与其像保罗那样破罐子破摔 不如多出去看看 因为倘若一个人只盯着眼前一城一池的变化 却不见远处的辽阔 人生路注定越走越窄 先走出去 才能走运 机会都是不断走出来的 不是空想出来的 就像一代宗师中的台词所言 一个人要往远处看 过了山 眼界就开阔了 当你觉得垂头丧气不知所措之时 不妨穿上鞋走出门 要么去见人 要么去看世界 都好过闭门造车 二 向内敲 明代思想家袁了凡的一生 诠释了普通人改命最好的活法 十七岁时 有位精通占卜的孔先生帮他算命 断定他一生无儿无女 事业平平 他原本半信半疑 可当他看到孔先生 预测都中了时 顿时心生敬畏 因为觉得命运已定 他连书都不想再读 随波逐流多年 一事无成 所幸 他后来又遇见了另一位禅师 告诉他 假如我们不从自己的内心深处 去自我省察 而是一味追求外在的东西 就会陷入盲目的追求中 从那时起 他每天都过得谨慎小心 不断向内思索 即使一个人独处时 也常常担心自己心里有什么恶念 遇到别人的诋毁和憎恨时 他都能坦然接受 不以为意 除此以外 他还立志要多做善事 每做一件 就用笔记录下来 四年下来 竟做了三千多件 没想到 随着他的内心转变之后 身边的一切都渐渐变好 他48岁得子 53岁当县令 成功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很喜欢哲学家陈家印的一句话 你要深入自身之中 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 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 你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什么 只要你愿意 不见得必被大事裹挟 在不确定的日子里 事事日新月异 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我们需要去了解 外界发生了什么 从而做出对的选择 可又不能被其所益 学会向内求 把关注点放回自己身上 内心才能安定 具体怎么做呢 有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保持觉察 时刻看见自己的念头 明确自己的需要 了解自己的感受 坚持一段时间 你身上的能量会一点点恢复 和自己的链接会越来越深 整个人都会散发出一种饱满 平和温暖的气息 无论何时 外部的风月急 我们的心月要缓 唯有如此 才能活得自洽 三 向前走 一次偶然的机会 读到盲人张红的故事 眼眶瞬间湿润 21岁那年 张红的眼睛突然红肿难受 他本以为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没想到第二天醒来 眼前一片模糊 被诊断为失明 他恨命运 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公 在家里到处乱抓 把报纸撕得粉碎 蹉跎多多年 他因为不甘心 坐上了48个小时火车 去西藏拉萨医院工作 虽然身体条件受限 可他坚持每天第一个上班 最后一个离开 最终成为科室负责人 也是在那时 他认识了西藏登山队的 骆泽老师 两人聊起攀登雪山的经历 张红听得很兴奋 问道 有没有盲人登上珠穆朗玛峰 骆泽老师脱口而出 国外有啊 这个人后来还成了作家 演说家 这句话在张红心中 拨下了一颗种子 他想做中国第一位 登上珠峰的盲人 因为没有设备 没有钱 也没有专业训练团队 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腹重二三十公斤 爬楼梯来训练自己 一爬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无数次怀疑自己 每分每秒都在问自己 要不要爬 要不要继续 身边人都说他疯了 可他硬是死磕了两年 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当他终于登上山顶 开心地说感慨 我终于从地狱里爬出来 让笑话变成了神话 人生之路 本就多其路 纵有疾风起 我们能做的 无非是一次次往前走 翻越苦难的山峰 当我们专注于机会 而不是障碍时 所有拦在面前的困难 都会成为登顶的基石 游记的席目融在 写给幸福中写道 挫折会来 也会过去 热泪会流下来 也会收起 没有什么可让我气馁 因为我有着长长一生 人往前走 苦才会往后退 哪怕步伐缓慢 只要我们一直朝着 想去的方向前进 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反之 要是一直沉溺于苦难中 无法自拔 怨天尤人 只会自寻烦恼 未来三年 生活永远在更新 我们都要学会拯救自己 掌控自己的命运 未来三年 向外看 向内求 向前走 是普通人最好的活法 向外看 就能抓住更多机会 向内求 方能收获内心平静 向前走 便可看到更多可能 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 我们都经历过 不被理解的委屈 不被看好的苦闷 也有过无数次 想放弃的颓然 但随着清晨太阳升起 我们又焕然新生 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 黑赛说的那样 我那层柔软细腻的心 被这世界狠狠嘲笑过 但我的本质不可摧毁 我心安 势然 从容生出新叶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 让自己怦然心动的梦想 在自己的人生主场 持之以恒地耕耘下去 状态好的时候 就多做一点 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适当休息 不过分高估自己 也不苛责自己 安顿好自己的身心 保持热爱 日拱一足 我们一定会成为想成为的人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